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过去无数节纠缘以前 有一位转伦圣王 他有一千个儿子 长子叫做不炫 次子叫做尼摩 父子众人都尽心供养一位宝藏如来 并跟随他修习佛法 这位转伦圣王 在宝藏如来前发下了成佛的大愿 世尊授极他将在未来成为无量寿佛 佛土的名字叫做极乐世界 接着 不炫太子在宝藏如来前 也发下了成佛的大愿 世尊 今天我要大声地向一切众生宣告 我所有的善根全都回向给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道 愿我行菩萨道士 如果有众生遭受种种苦恼恐怖的事 退失了追求正法的信念和力量 堕落到黑暗中 深信忧愁 忽苦穷困 没有依靠也没有房屋的时候 若他能够意念我 称我的名号 被我的天儿所闻天眼所见 这个众生若不能免除这些痛苦烦恼 我终不成就无上正等顺绝的佛道 世尊 我今天还应当为了众生 发起最殊胜的大愿 如果无量受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完成了度化众生的佛事 进入涅槃后 我将在正法注释期间修行菩萨道利益众生 当无量受佛的正法在出业灭去时 我将即刻在后夜成就佛道 你观察天人和三恶道的一切众生 而生起了大悲心 想要断除众生的苦恼 令他们安稳快乐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今天当命名你为观世音 在无量受佛灭盘后的 第二个恒河沙的阿森奇节 正法在出业时灭尽 到后夜 佛土就转为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 种种庄严 美好的景象 无量 无边 你将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成佛 名为 名为辩出一切光明 功德伤亡如来 寿命长达九十六亿 那如他百千斤 灭盘后正法注释六十三亿节 最后 尼摩太子也发愿在 辩出一切光明 功德山王如来之后成佛 庄严的佛徒 与一切佛事 都与辩出一切光明 功德山王如来 等同无意 宝藏如来 受集他 将在未来最大的世界成就佛道 因此 命名他叫做 大势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